谁曹只听到鬼谷子开出的这条旧世良风 他本来双眼放邦 但是仔细一想 又忍不住说 现在天下间就好像一个重病之人 好怕猛弱 这个是医家常理 王兄这个办法虽然好 只恐怕这些病患之人 已经痛死了先了 鬼谷子一笑 或者 患者会痛到瘟死过去 但是醒过之后 他的病座已经不见 这个时候谁曹卿 只要再将患者所失的元气慢慢补充 然后再施以教化之药 那我想这个病患之人 一定可以恢复如常 心臟体见 谁曹只只仔细思考一思 终于点点头 王兄这番说话 真是使我大开茅塞 哎呀 原来 只要将长筒变成短筒 那就是真正对证 只不过 这个以毒公毒之法 就不是谁曹子的本事了 王兄啊 要你出手 才可以做得到的 王兄进来鬼谷这么多年 早就习惯了逍遥山野的生活 这些医疗病人的事 不是我想做的 是呀 王兄啊 你既然已经看清 这个病人的病征 也都害出良方 为什么你不走多一步 使得无数足势苦海中的 黎民百姓脱离苦海呢 他人自有他人福 山人自有山人乐 人生苦乐 都是自然而来 也都归于自然的 谁曹兄 你何必免为其难呢 谁曹只叹一口气 王兄你故自然可以逍遥自在 但是谁曹只每日在陈世当中 看见创生自伤残杀 很多人青春年少 这死于非命 留下的老弱孤苦 无所依靠 老百姓的苦难 不是谁曹只的说话 可以形容得出 以王兄你一相为眼 又怎会看明白 既然王兄看到了 又怎能引心 在这个山谷之中 自己逍遥呢 王兄 听随巢子一句说话 人生苦乐 虽然是自然 但是战乱杀陆是人祸啊 既然是人造出来的大祸 就应该由人来救治 随巢子无本事 所以只能够抹下这个薄面 来求王兄你了 说到这一句 随巢子居然起身 在鬼谷子面前跪低 慢慢地扣了两个头 老泪中横 鬼谷子看到随巢子这么做法 虽然他心有点感动 但是面上面依然毫无表情 但是随巢子也都很固执 他见到鬼谷子不肯答应 他是一路跪在树 也都不肯起身 两个人僵持着一阵 鬼谷子叹了一口气 随巢兄 黄许祖已经心如铁石 你如果跪得累了 就自己起身 黄许要回去闭关清修 讲完之后鬼谷子另转身 就走入草堂后边 连在一起的鬼谷山洞里面 在旁边一直听着两个人对话的道统 似乎也都看不下去了 对着鬼谷子的背影 一会儿伸在一条腿 一会儿伸在一个鬼脸 等到鬼谷子走入山洞之中 他先轮转身 走过来 拉住随巢子的手说 随巢子老人家 你不要求他了 你快点起身了 刚才他故意为你煮了碗粥 你快点吃了他 补一下元气了 随巢子起身 叹了一口气 拎了拎头 拎转身 慢慢地 就向着山谷外边 走出去 到他走出山谷的时候 宋贤看到他立刻迎上来 先生 什么鬼谷子先生 不在山谷里面吗 不是 哦 这么说 他都想不到什么 继续的良方 不是 那么说 即是他有良方 但是他不肯 告诉先生 是不是 倒不是 那么我真的不明白 那么 那就是为什么 哎 鬼谷子虽然有一条 自小的良方 但是不是我们做得当的 那又好办了 我们做不到而已 我们请他做就行 可惜 可惜 他不肯 做 随巢子坐在路边 一块大石上面 眼角里面 不禁有流出眼泪 那么 鬼谷子先生 不肯出山 那么 我们再想想 有没有其他办法 随巢子 领领头 哎 怎么知道 一领头 就发现 在山林边 没有几远的地方 生着一只 颜色的特别鲜艳 甚至鲜艳到 有些妖艺的蘑菇 他的心一动 于是 就好像万不惊心地走过去 将那只蘑菇 扎了下来 收到三袖笼里面 宋然没有发觉 他继续说 既然他不肯下山的 师父 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好想呢 唉 他都不肯帮忙了 维师还有什么办法呢 走了 两个人 于是顺着来路 慢慢地向山下走过去 行行下 随巢子 偷偷地在三袖笼里面 拿出那只毒蘑菇 放入口里面 咬了几口 又行了十几步 毒力发作 他突然啪啪一声 整个人惯在地上 宋然原来当先而行的 忽然听到后面声响 轻转一看 哎呀 他随巢子 跌在地上 满面都是紫黑色 显然 已经中了很厉害的毒了 啊 你 师父 你 你怎么会这样的 师父 你快点醒一下 哎呀 哎呀 刚才我觉得肚饿 看见路边 有一颗草菇 也都没有仔细看 就是吃了它 吃到一半 师父都不妥 哎呀 但是 但是为时已晚 随巢子一边说 一边 就慢慢排身 在路边那里 靠着棵树彩那里 凌晨运气 来阻止毒力的发作 宋然见到这样的急了 哎呀 巨子啊 师父 你 你精通医术 你应该知道 怎么解这种毒的 是吧 这种毒蛊奇形怪状奇毒无比 我从来都没见过 为什么呀 不过 他既然生在鬼局之中 我想鬼局先生 他可以 说到这里 又是一阵 剧空传例 随巢子 页球都出汗 马上就不敢出声 平气运功 不过他的意思 宋然已经明白 他即时在随巢子手里面 摘过半只毒蛊 就向着鬼谷直跑过去 这随巢子走着之后没多久 鬼谷子呢 已经在山洞里面走出来 一路来到草堂前的草地上面 那道童听到随巢子那番说话 就很受感动 所以他心里有点生气 他师傅的 走过来 特意阴阳怪气的说 哈 先生 你平时进去呢 长辙要三两个月 短辙 也都要十几 或者两三日才出得来的 那为什么 今天打个转 就立刻出来呢 呵呵 这么多事你做什么呀 先生 你是不是心里面有东西挂住呀 鬼谷子随手就摘了一支竹枝下来 你再多嘴 我就打烂你的屁股 啊 不要啊 不要打啊 最多我不敢乱讲啦 只但是 刚才我听随巢子老人家那番说话 我听到他心都酸了 他都是为天下创生而已 为什么你不答应他呢 呵呵 你年纪这么小吃得什么呀 你个天道逐世 各有其理 各有自己的运数 如果运数未到 就算我们再急又有什么用呢 那 你都应该好好劝一下他嘛 不应该就这样赶他扯的 呵呵呵 你只是知道维斯的心肠硬 但是你不知道 这个随巢子老鬼啊 他十足十就好像牛皮糖一旦 一旦刺上你手上 想拼都拼 拼 刚才 维斯这样赶他 恐怕都未必赶得扯他呢 你不信 说话未讲完 宋贤已经在山谷口那边 一路飞跑过来 一路大声喊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 救命啊 我 我师父他 哦 他怎么 他吃了这只毒蘑菇啊 呵呵呵 那你放心都得了 以他的本事 一般的毒蘑菇又怎么会伤到他呢 宋贤一听就立刻在三袖笼里边 拿了个半只毒菇出来 师父吃的就是这种毒菇 他要我将这个毒菇交给先生啊 鬼谷只一看 不敢心头一震 哎呀 这个老家伙啊 真是跟我玩命啊 这个时候的道童也都看见了 哎呀 先生啊 这个 这个不是你说的村长菇 嗯 这只毒蘑菇 那是世上最毒的蘑菇 现在只剩下半只 只是半只都足以毒死两三头咬 哎 你个位随巢子路先生 一次就敢吃半只 可见 他的本事有多厉害啊 你知道吗 他 你放心 好彩他只吃半只而已 如果不是 就算是神龙再世 恐怕都救他不了 你这么说 就有办法救他了 只不过 他一心要死 那我怎么救得到啊 你想想 维斯救了他这一次 他还有下次 这只是毒蘑菇而已 下次又不知道他吃什么 你要我怎么救啊 哎呀 先生 谁嘲指老先生 不会的 这一次呢 他一定 他一定是无意中 吃了下去的而已 是无意中吃的 是不是啊 宋言听女 也马上附我说 是啊是啊 先生啊 我们巨子的确是误食的 真是误食的 是他亲口说的 鬼谷子点了点头 好了 他拿出两粒丹药 一粒黑 一粒黄 交给他道童话 你把黑这粒给他吃 另一粒 就带在身边了 嗯 带在身边 我又不吃毒菇 要他做什么呀 以防万一嘛 如果你那位 随巢子老先生 这次吃完毒菇之后 下一次呢 又不知道吃些什么的 那你 都由这粒药去救他呀 哦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道童就跟着宋言出去 来到随巢子身边 将那粒黑色的丹药 喂他吃了之后 好快 随巢子的面色呢 马上就由黑转青 就由青转白 又白转红 这粒药 真是够了神效 看白 随巢子的命 应该收回来了 又过了半个时辰 随巢子的面色 已经慢慢好转 他省大眼 见到只有一个道童 站在自己身边 鬼谷子依然没出来 他明白 鬼谷子已经看穿自己的用意 就算自己用条命来赌 都是没办法请到他了 道童就说 老先生啊 我知道呢 这只村长官你是专专吃的 你是不是要用自己的命来请我师父出来啊 随巢子轻轻点一点头 没用的啦 我知道师父怎么都不肯离开这片树林的啦 师父不肯离开 那你就算用条铁链绑住它都是没用的 随巢子老先生 我已经明白了 无论我们知不知道原因都好 山上的溪水总是要流下来山下的 锅里面的热气也总要飘上屋顶的 随巢子老先生 凡事呢 都要想开些 天下间的事 不可以勉强的 唉 猜不到 这个沉稳仔虽然得十几岁 但是 已经可以有这么通透的智慧 随巢子眼泛泪光 唉 你师父 啊 是啊 我师父 叫我将这粒药 放在你身边哦 你拿住它啦 毒气已经解了 还要解药做什么呀 师父担心你 还要吃其他有毒的东西 所以他特意为你准备这粒 可以解百毒的单氧 唉 你拿回去啦 就说 随巢子不需要解药 要解药的 是天下创生 说完之后 随巢子 就是大踏步地向着山下 走去 就在随巢子 来到鬼谷 向鬼谷子 求取自小良方的时候 在几乎 在几乎同一时间 秦孝公也都皱失眉头 和公孙杨 一切都在找着 怎样可以找到 打赢秦艺决战的这场办法 秦艺之间的这场仗 虽然开头 公孙杨能够成功地偷袭河西 但是 魏军只是凭着剩下来的万几人 不单止守住了少良 林俊关 欣俊 这三座河西的重镇 而且还使得 本来势如破除的秦军 在这三座城下 伤亡了成万几人 他们的攻势不得不暂缓 接着 龙甲带领大军回防 使得现在 秦艺两军 在河西土地之间 造成了互相对峙的局面 这一场仗 秦国一定要速战速决 如果拖下去的话 对秦国是绝对不利的 对于这一点 公孙杨和秦孝公两个人 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秦孝公 现在的心 直接有一点焦躁 公孙杨说 这件事 都是怪微臣 是因为微臣 了敌不周 大量做 寡人召你来 没有责怪外兴 你的意思 再说 这件事 跟外兴有什么关系 你已经做得 好好的了 不是 是微臣 对于敌情 估计都不清楚 不周到 君上 你可以不责备我 但是微臣自己 不够敢不责备自己 什么 你觉得 你还 尿敌不周 为什么 微臣本来估计 龙甲已经 带着五万 魏军 全部前往 为国 谁知他带走的 是刚刚招募的 两万新兵 和其他的三万人马 为何 留下了两万正兵 如果不是守长城的 女甲 意气用事 这样 正在长城 和大力关之间 就有一战 微臣以为 龙甲不在书 那魏冰 就自然射无头 而不行了 谁知半路上 又有个 公孙衔杀出来 这个人 才真正是我的对手 有这个人在书 可以挡得上 魏军的十万红尸 寡人最担心 就是这件事 魏国有这样的人才 万一魏鸥 将他拜为主帅 那么这一战 龙孙央笑一笑 如果君上 担心的是这件事 那大可不必 魏鸥当日 不用微臣 今天 他也都一定 不会用公孙衔权 哦 为什么呢 因为微臣 现在已经看他选 跟我们决战的主将 魏鸥会听你的吗 公孙衔权笑一笑 不出声 两军交锋 公孙衔权 居然要看敌国选长 已经被巡人 骗了一次的魏王 究竟会不会 又再一次 中公孙衔权的继门呢 战国中华 精彩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